我们家羊肉在别的地方根本就吃不到 大家好我是阿华 我现在在武昌的临家大道 今天我们去吃羊肉 听说他家的羊肉里边可以下生蚝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年龄 喜欢吃的东西 我们去尝一尝 这个是我们淋一下盐吃的滩羊 大块的 用矿盐水和盐就两样 炖出来的清汤 然后呢 我把这个乳三的生蚝 你看一下 这么大 我手掌是很大的 两个相结起来 鲜上加鲜 这个菜我在武汉首创 我第一次跟季老师在一起疼狂 他是怎么吃 吃法是先吃羊肉 先喝汤再吃肉 最后再放生蚝 最后再放韭菜 是吧 来来来 我来给季老师来一碗 好 谢谢 先来一点 来 我扛着 来一口肉 哇 还挺香的 嗯 没有善味 确实没有善味 它这个羊肉 盐吃的羊肉 它基本上白酸了 你看那个汤虽然很清澈 但是它羊肉味很浓 鲜味都在里面 确实不错 出产羊肉的地方 它都是很简单的配方式 羊肉越好 越不需要加什么糖 你看它这就是水 就是水啊 加点枸杞 你看 什么八角什么都没有是吧 什么都没有 对食材 有足够的知性 你才能够做得简单 下吃生蚝 哎 下生蚝 它这生蚝的颗头是真大 哇 这绿色的是什么 韭菜 韭菜啊 对 汤里下韭菜 你见过吗 呵呵呵 是不是 一般都是包饺子用的 呵呵呵 菜的好处 男人都知道 对 蒜蚝汤吧 这是我吃到的 最有创意的羊肉 蒜蚝汤 中国的美食不大精神 对 没想到这几样东西能放在一起 这蒜蚝超级大 非常肥美 这绝对是中年老男人的标配 这好多大块 好大一个 我怕 这羊肉的品质是真是好的 看看他在手上的羊肉 底下放着火 它一直是不凉 上面是蒸着 这个手抓 像不像战斧羊排 到不到位就完了 吃这个东西 要往上撒点料 这羊肉真的细腻 而且非常嫩的 你吃一下 它马上下来了 这差不多是说 再下点鱼片 三样鲜的东西都放在一起 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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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鱼� 今天日子羊肉到這個店絕對沒錯